激素脸会有些什么样的症状呢 首先呢面部会出现红斑 弥漫性的红斑 然后呢潮红 有时候可能会有振发性的一个潮红 会感到干燥 灼热 还有刺痛 会有一个激素戒断的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症状 自觉症状呢非常的强烈 当然呢 它前面一定是有一个激素的药膏 或者是含激素的一个其他的 比如说护肤品呢 一个接触室 然后呢停用以后出现了一个 这个反跳的症状 这样我们才能够给它诊断 是面部激素依赖性提炎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激素脸 我们怎么样修复我们的激素脸呢 当然了 我们要去医院 寻求我们专业医生的帮助 医生呢 会告诉你 如果你是用的激素的药膏 长期使用的话 会让你停用 然后呢 你可能会用其他的一些药膏 不含激素的药膏 进行一些修复的治疗 比如说鼻美摩斯啊 其他的一些药膏 养快心药膏啊 如果你有肾出的话呢 可能还会用一些盆酸溶液啊 这样来治疗会好一些 我会用一些药膏的药膏 也会用一些药膏的药膏 还是用的药膏的药膏